夏尤杰终于想明白了 人性之恶是无法根除的 所以他一口一个 杀光了全村122人 但这远远不够 他还准备杀死所有普通人 开创出完全没有诅咒的新世界 其实从李子的死开始 他的信念就逐渐崩塌了 原来自己也有保不住的人了 即使扶黑事儿不选择偷袭 自己也是毫无机会 可就在他迷茫之际 好兄弟五条物却因为实力暴涨 每天都忙着解决各种骤灵 根本顾不上夏尤杰的心态变化 反而是放荡不羁的99游击 找上了夏尤杰 他认为咒术高砖的理念不对 普通人的怨念聚集 才会产生为祸一方的咒灵 可高砖却只想着杀死咒灵保护世界 却不想着怎么解决怨念 他觉得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消去所有人的怨念 另一种是让所有人都能控制怨念 但消去怨念实在太难了 足足70亿的人类 也只有扶黑事儿做到了 那就只好选择第二种 让所有人都能控制怨念 这个概率就大得多 毕竟所有的咒术师都能控制 可以将怨念控制在体内循环 只不过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夏尤杰突然灵光一闪 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直接杀光普通人不就行了 只留下咒术师 就可以彻底消除怨念 打造出没有咒灵的事件 99游击虽然吃惊这想法的可怕 但也觉得确实可以 只不过这样也太疯狂了 他并不准备这样做 而夏尤杰也是随口说说 哪能随便就服侍百万了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夏尤杰很喜欢的学弟 竟突然传来了噩耗 由于对于咒灵等级的误辜 直接导致学弟命丧当场 看着学弟那满身的鲜血 夏尤杰开始了动摇 咒术师为了保护普通人 不断地死去 可普通人又在生产着怨念 这不就是死循环吗 他想不通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直到他接手了双胞胎的任务 两个小女还是天生的咒术师 但村民却将咒灵的破坏 全部怪到了小女孩头上 听着他们的咒骂的声音 夏尤杰真是恨死了这些村民 于是他决定走上那条路 杀光普通人而消灭咒灵的路 第一步便是这个村子 他屠杀了122个普通人 接着回到了老家 狠心杀死了自己的父母 一方面父母也是普通人 另一方面也是断了自己的后退之路 而为了可以获取足够的力量与资金 他准备接手盘兴教 谁料这些教会高层进步同意 夏尤杰当即找了个出头鸟 直接让咒灵将其砸成了肉末 然后便没有了反对的声音 他顺利接手了弹星教 开始为灭绝人类做最充足的准备